好心买好包 烧饼 好吃的烧饼 卖烧饼的男孩省吃俭用 帮助老师傅维修寺院 这样的善行感动人心 寺院开始动工后 这位善心男孩却遭受一连串的不幸 为什么会这样 好心为何没有好包 敬请收看卖烧饼的男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